而全岛多个教堂在耶稣受难日举办的活动 与信徒纪念这个神圣的日子 据记者林良全观察 各所教堂实施严格的安全管理措施 前往参与活动的教徒也都全力配合 位于佛千路的西安全辈抚音教会 今早举办中文聚会 出席人数比平时多两到三成 教会牧师表示 信众必须提前在网上预约时段才能入场 他也对下周恢复现场唱颂表示欢迎 这个是很高兴的一回事 因为一路来在这九个月里面 我们多数都是戴口罩不可以唱歌 但是4月5号开始我们就可以唱歌 可是我们还是照样的遵守政府的规定 我们还是戴口罩 新加坡最古老的罗马天主教教堂 善目主教座堂 下午也举办仪式 信众入场前除了需遵守安全措施之外 教堂也基于安全考量进行安保检查 安全度 check in check out 什么都做得很好 所以不会mess up 就是不会乱起来 就是每个人都会保持定距离 新加坡天主教总教区授寻师表示 信众必须分美区50人就坐 并且不能够跨区交流 此外除了短暂的圣餐礼之外 他们也必须全程佩戴口罩 并且保持一米的安全距离 新传媒新闻记者林良全报道